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不同的地方在戒严 长安街一会儿戒严 一会儿放行 一会儿戒严 一会儿放行 有朋友说开枪了 说什么的都有 但是扭过脸来到白天 说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结果过了一天 也就是到了第二个晚上 那在我们北美时间正好是中午的时候 几乎前后大概二十分钟 在网上爆料的网上 突然发出了五条消息 五条消息跟周永康都有直接关系 点名就是周永康 那这就很特别了 大家知道这个用于爆料的网站呢 是这件事情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从这出来的 我们一直提醒大家 爆料就是各方各派有人在说话 那就是在相互警告对方 警告他希望让知道的这件事情的人 无论他目的是什么 道理很简单 双方还没有短兵相接 但是这个架一定打下去了 这就是我说的 现在看看就是周永康怎么个死法 咱们先看看第一个他主要爆料的内容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江泽民 曾庆红和胡锦涛 温家宝一致支持习近平接班 这就晕菜了 江湖之争 人人都懂 江湖之争不是今天的事 自打胡锦涛被亲定 被邓小平亲定那一天起 江湖之争就存在了 那曾庆红是在整个这个事件当中 第一次被提到名字的 也就是说 整个原来江家帮的人出状况 我记得在其他节目当中我提到过 这个时候江家帮明显的出于衰败之势 如果江泽民还行的话 你就亮一下相 在这样你死我活的斗争当中 两会的时候你亮亮相 哪怕是张照片都没关系 你亮一下 解决多大问题啊 解决不了了 他亮不了相 所以凡是我们听到说江泽民表态 不是 是有人借助他的名字 在说自己的话 但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 曾庆红出来了 这就是很关键 这就是说触及到 现在已经触及到江家帮 最根本的地方了 因为老江说不了了 只能曾庆红曾军师露面 但是说他们一起来支持习近平接班 这就是话里有话 文章讲说 王立军事件之后 有媒体解读为江湖之争 而根据北京知道内情的人事泄露 为了保证中国改革大局面 防止分裂 在十八大习近平接班问题上 江泽民 曾庆红 胡锦涛 温家宝 高度保持一致 不存在江湖之争 胡说八道 中国的政改局面 从来没提过 就是温家宝自个提的 在他最后一次记者会上 却是第一次在正式的人大会上 说出这样的话 政改的话 原来他说政改的说法 都是在什么学术论坛 这个大学里的一些什么 回答记者问 都是在那样的场合 非中共官方的场合 表达自己内心政改的愿望 但只有这最后一次 在正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大会 记者会上 说了政改的说法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我一直跟大家说 是温家宝自个儿最后踹一脚 给薄熙来踹下去的 他代表着一部分是 政治局常委当中部分人的意见 另外一部分是 他肯定内心中气愤 政治局常委当中 不能够对薄熙来这件事情 采取一致的态度 所以他在公共的场合下 踹了一脚 让你生米做成熟饭 姑娘嫁出去了 想再拿回来 不是姑娘 他来了这一手 来成了 所以这里头提到政改的说法 是明确的 为了拉拢温家宝 那谁去拉拢温家宝呢 江泽民 曾庆红这一派 这就很清楚 因为温家宝最后这一脚 把自己踹高了 把自己的肩膀 也给弄硬了 因为他说了 哥们豁出去了 干了45年 就这最后一年 要豁出去 有玩命的 有打架的 什么样子都有 我跟你说 北京胡同里说 打架最怕的 就怕那不要命 这是最关键的 所以 温家宝不要命了 对方害怕 文章接着讲说 薄熙来 王立军事发之后 显示九个常委当中 周永康比较特殊 外面解读为 江泽民 周永康 属于一派 这是错误的说法 因为江泽民 已经称周永康是叛徒 并且警告周永康 必须放弃自己的立场 和中央保持一致 这叫胡说八道 这就是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江泽民这一派别 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当中的人 在与周永康划清界限 为求自保 贾庆林 我跟您提一个醒 现在赖昌兴 还在被审讯过程中 这个时候贾庆林 就是一块肉了 任胡闻 任意宰阁 那边拿赖昌兴压着他 一压就压死了 吴邦国 一直是没有任何太多的 这个或者那个的说法 李长春 情场上的高手 其他的就没了 情场上的高手 很多情况 在另外一面就很软弱 您说还摆上谁 再加上贺国强 贺国强在这件事情上 因为形成了 与薄熙来的丝绸 才出现这个局面 所以我们扭过脸来看 2007年 江家帮为了把周永康 推上位 推到政治局常委 这个层面 我们看过很多的文章 出现的江家帮 跟这个胡锦涛之间的争执 所以这里头 所谓说的叛徒的说法 画个引号 我觉得挺可笑 为什么可笑 是现在的江家帮 把周永康出卖了 现在的江家帮 把周永康出卖了 要用周永康做党将牌 做黄继光 替他们死掉 这样的消息 同样在另外一个网站 披露出来 咱看看怎么说的 明镜网 大家公认的是江泽民 这一派别 在海外的喉舌 明镜网 讲这条消息 直接说 江泽民 曾庆红支持胡温 收拾薄熙来 直接了当 上来提到 王立军事件之后 中共高层一批人 力保薄熙来过关 这其中是否包括江泽民 和曾庆红呢 外界对此有很多传言 但北京人士 对明镜网透露说 江泽民 曾庆红 为习近平 在十八大 能够顺利上台 支持胡温 收拾薄熙来 为习近平 扫清障碍 在整个的争持过程中 我们一直没有看到曾庆红 但这个时候 突然他提到说 有人认为 在保薄熙来的人当中 包括江泽民 包括曾庆红 主动提出这样的说法 此地乌银三百两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习近平现在是 关键式的人物 我在今日点击当中 另外一个节目当中 跟大家提过 这件事情 薄熙来 周永康 联手要做掉的是 习近平 而不是胡锦涛 或者温家宝 那也就是说 对未来产生影响 这样的说法 对习近平的伤害巨大 应该说 就像天轰地雷一样 习近平 怎么也没想到 薄熙来 周永康联手 要跟他下家伙 而习近平自身的位置呢 既是正正当当的王主 也到美国访问过 那同时呢 他又是居身的太子党 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 再加上 他是江泽民 跟胡锦涛之间 两派斗争的妥协的 一个渔翁得利者 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 习近平就会感到 自己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 被别人耍来耍去 表面上是推他 实际是都在利用他 那你说习近平能干吗 我觉得这个 关键的问题在这儿 而曾庆红意识到 这样的棋走下去 要不了多久 他自己也歇菜 所以这应该是 曾庆红自己出面 打着江泽民的旗号 利用江家帮的名义 把周永康卖掉 因为周永康根本没办法保了 有确凿的证据在那 把周永康卖掉 求得自保 但是求得自保呢 就一定跟习近平靠近 因为习近平的自身的身份 他可以容阔到 或者说他可以平衡掉 原来的整个胡温系统 再加上现在相当一部分的太子党 这种情况下 江家帮无法抗争的 只有被任人宰割的份 文章的下面 他特别提到说 江泽民 曾庆红 与胡锦涛和温家宝 在处理薄熙来问题上 意见是高度一致 根本不存在 所谓的江湖路线之争 江家帮现在的人 已经自身难保了 江家帮现在的人就意识到 已经在查他们了 他们很可能 在整个这一场斗争当中 土崩瓦解 被习近平 胡锦涛 温家宝 整个给扫荡掉 这里面他最惹不起的 其实就是习近平 而习近平呢 他必须依靠胡锦涛 因为他已经深深的懂得 是江家帮把他害了 第二出戏开始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